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把这个秧呢给它挖下来 挖下来以后呢要记得在里面呢给它塞上一点这个太白粉 这里呢是干的太白粉 那么等一下呢就可以来酿这个馅了 这个馅呢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猪肉 那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虾仁了或者是鸡肉了来做 那么这个里头呢要放的这个配料 今天呢用的是这个笔起和虾米 笔起也剁碎 虾米泡软了也是给它剁碎了 这样子吃起来爽爽的而且有虾米的鲜味 那么至于说它的里面的调味料 这个里面包括了有少许的姜油 还有这个酒 再要加一点这个太白粉 还有呢盐 和麻油少许 以及这个胡椒粉少许 就用这些东西呢把它拌一拌 用这个馅来酿这个青辣椒跟这个番茄 青辣椒呢要买的很小很小的 因为台湾的青辣椒呢都长得很大 很大所以要挑那个小的来买 像这个番茄也是要买的小一点 而且要买的红一点还要买的硬一点 否则的话烧了的时候呢就会塌掉了 所以这个选择很重要 要自己去挑选 那么看人数看你要酿几个 都是破半的 所以如果有六个 你想要六个 你就买三个番茄三个青辣椒就好了 那么刚才说这个里面呢 就给它放了这个肉馅 先秃了这个 杀了这个太白粉下去 等熟了的时候呢 它不会掉下来 这样子就把它磨平了 就可以去煎了 这个青辣椒也是一样 也是要里面杀上一点这个太白粉 然后呢把这个馅呢就给它塞上去 那么把上面磨光 那么锅子里头呢烧油来煎 油呢稍微多一点 差不多要用到半杯的油啊 那么关于这些详细的这个材料的这个分量 你可以看一下103页的 好 这个复配面时间的食谱 那现在呢这里呢已经煎好了 煎好的我们就开始在烧 煎的时候呢 当然要先把这个带肉的这个面朝下 这样子扣下去煎 那么煎好了以后呢 就给它拿出来 现在呢再重新起一个油锅呢来烧 好了这里油热了 油热了以后呢我们就放这个葱花下来 然后呢这里是姜油 还要需要这个高汤 这里面呢还要放糖 要放糖 当然这种味道呢是你可以自己来调的 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咸度 以及这个味道的口味 可以自己来调的 那么这样子放下去呢来烧 烧到差不多五六分钟 里面的肉都熟了 都熟了呢就把这个剩下的汤呢 给它勾个茄 勾个茄呢就可以给它装起来了 好这样子今天我的这个时间呢又不够了 所以又烧不透了 您在家里做时间很充裕 慢慢的烧 只要记得这个注意的地方秘诀在哪里 像这个刚才说这个搅这个肉 这个肉馅你必须要搅三分钟以上 这样子才肉才有筋 吃起来才QQ的才会好吃 不是这样的妈妈糊糊拌一拌就算了 那么勾茄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材料往边上腰 就是说往边上靠 然后呢把这个锅子腰动一下 这样子勾了这个茄才比较均匀 然后呢就给它一点这个亮光的油 这两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绿的跟这个红的 那么装碟子的时候也是一面装一种 这边呢装绿的青椒 另外这一面呢就装红的这个番茄 这样子装出来 很好看的 那么至于说这个不一定是用这个猪肉来剁馅儿 你也可以用牛肉 如果喜欢吃牛肉的话 好了就这样子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酿的双胃 因为时间不太够 所以呢很匆忙的给您介绍完了 这个在105页 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来在家里慢慢的试试做 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会